十二強棒球超級循環賽的 最後一場比賽 中華隊將跟澳洲隊交手 攤開袋鼠軍團本次賽事 前面六場比賽的結果 可以發現他們每場比賽的得分 雖然都不超過三分 但在守備端也能夠壓制對手 最終都是在低比分的情況下 分出勝負 澳洲隊是一手圍攻的一個球隊 所以他大部分不管是勝的這個 這個場次還是敗場來講 都是以低比分來做一個 他們的一個結果 所以在這個部分 當然是我們面對澳洲隊的時候 那很明顯他是一個標準的 一個所謂的車輪戰 那即便說你的投手 前面兩局表現得很好 他還是面對你下一輪的投手 他必須還是做一些更替 然後這個部分 當然中華隊必須要展開 一個很快速的一個因應 提到澳洲隊的投手群 不能夠忽視的 當然就是擁有十二年 大聯盟經歷的Peter Moylan 這位王健民在二零一六年 皇家時期的隊友 這次十二強 四點二局的投球 沒有失掉任何分數 另外一位熟面孔 是前桃園隊的洋投索爾 目前出賽三場 防禦率也只有一點九二 同樣有不錯的壓制力 至於打擊的部分 球評也特別提點了一位打者 必須要小心提防 尤其是第一棒 他原本是在一賽的時候 排在這個中心打者 但是他表現很好 就把他調到這個開路先鋒 就是這個Tim Kenley 他們屬於這個六支隊伍當中 他是屬於平打的一個狀況 然後他只要我們中華隊能夠全力以赴 然後每個環節做得好的話 以他們很明顯的 從數據上來說的話 我們當然是能夠壓倒他 從數據上來看 澳洲隊陣中 目前沒有任何的打者 打擊率超過三成 團隊打擊率更只有一成四次 狀況確實不太理想 但事實一級的能力 讓人印象深刻 面對這場殊不得的比賽 中華隊還是必須要小心應戰 力拼輸環賽的第二場勝利 未來提示新聞 吳俊奎 李悠謙 採訪報導